我們現在幫大家介紹對數表 我們已經知道LOG1等於0 LOG10等於1 這都是以10為底 所以我們將10為底的對數稱為常用對數 接下來我們想要知道 LOG1.36的值到底會是多少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看到我們有一個常用對數表 常用對數表裡面 左邊X 往下的時候 這邊10、11、12、13、14、15 這代表是1.0、1.1、1.2、1.3、1.4 依此類推 好 所以我們這邊要看到是LOG1.36的時候 所以我們其實查的是13 13的地方 好 13的地方 那上面那一列的時候呢 上面那一列的時候 其實就是小數點下第二位 好 小數點下第二位 這1.36 所以這地方 我們就查6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 我們從13這個地方 往右邊對 6往下方對 他們剛好交錯的地方是1335 1335 所以LOG1.36 就近視於0.1335 好 0.1335 那接下來我們再試試看其他的 LOG的2.43 這怎麼查呢 好 2.43 所以我們這2.43 這2.4 就要查左邊這邊 是24的地方 然後那個小數點下第二位3的部分 就要查上方的3 然後24往右邊對 3往下邊對 剛好交錯的地方就是3856 所以 LOG2.43 就會近視於0.3856 我們現在 再用對數表 來反查幀數X 利用對數表 除了可以查出LOGX的值之外呢 還可以反查幀數X的值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以至LOGX等於0.4031 則這個幀數X會等於多少 還是一樣看我們的對數表 對數表裡面 我們先去看到中間的部分 看4031在什麼位置上面 所以4031在現在這個紅色的框框裡面 這時候它往左邊對是25 往上面對是3 所以我們跟大家談過 左邊的25的話是2.5 3的話是小數點下第二位 所以 X就會等於2.35 那我們就再次來看一下 我們以至LOGX等於0.2718 那這時候 幀數X會等於多少呢 所以我們一樣看到2718 在紅色框框的位置上面 往左邊對是18 往上面對是7 所以這X就會等於1.87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科學記號 為什麼要介紹科學記號呢 因為我們常用對數表中的幀數X 它的範圍是大於等於1 小於10 所以我們在那個表裡面看到的 都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如果幀數不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這時候就要介紹科學記號 好 那對於任何一個正實數A 表示成A等於B乘以10的N次方 B大於等於1小於10 N屬於整數 好 所以這個表示的方式就是所謂的科學記號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 這個正實數A可以表示成B乘以10的N次方 那個B大於等於1小於10 那這樣子這個B我們就有機會去查對數表 然後N是屬於整數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舉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科學記號 像這個12300寫成科學記號的話 就會是1.23乘以10的4次方 那0.00123它寫成科學記號的話 就會等於1.23乘以10的-3次方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用對數表 來求下列各對數值 好 像LOG12300 下面那個底數沒有寫 都是以10為底 所以這時候 把12300 把它寫成科學記號 變成LOG1.23乘以10的4次方 再運用對數的運算性值 真數相乘 拆開就變成相加 所以變成LOG1.23加上 LOG10的4次方 這時候LOG1.23我們去查表 它的近視值大約就會等於0.0899 然後再把這0.0899代入 你會發現說 LOG1.23會等於0.0899加上4 所以它的對數值就會是4.0899 我們再看一個 我們再看一個 LOG0.00123的話 把0.00123寫成科學記號 變成LOG1.23乘以10的-3次方 這時候一樣 相乘把它拆開變成相加 所以是LOG1.23加上LOG10的-3次方 一樣代入 所以變成0.0899-3 所以它的對數值會是-2.9101 好 那現在看到那個框框的地方 黃色的部分 好 黃色的部分就是所謂的N 它是一個整數 紅色的框框0.0899 這個 就是 就是 B 介於1跟10之間的時候 取了對數之後 它是介於 0跟1之間 好 那這在以後的部分裡面 我們會特別強調這個部分 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不做多說 好 那我們利用對數表 好 反求這個真數X的值 好 所以假設LOGX等於3.6702 所以這時候把它拆開變成3加上0.6702 那我們剛剛講 那個對數的時候 是寫成科學記號的話 它是一個整數加上一個小數 整數加上一個0.多的小數 所以中間一定要是一個加號 好 這時候 然後我們就由這個對數表 好 對數表 反差 得到什麼 0.6702 會近視於 LOG的 4.68 好 0.6702 反差的話 會等於LOG的 4.68 所以這時候把它帶入 所以呢 這個3 就會是LOG 10的3次方 加上 LOG的4.68 再繼續把它合併 相加的時候 增數相乘 所以變成LOG的4.68 乘以10的3次方 再把它寫的好看一點 變成LOG的4680 所以 這時候X我們相互對照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X就會等於 4680 好 好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這LOGX等於 負1.3990 好 那這時候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一定是一個整數 加上一個0點多的小數 可是在這個地方 負1.3990 並不是這個形式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寫 變成 負2加 加 加 加0.6010 好 這時候這個負2是一個整數 加上一個0點多的小數 才是我們剛剛 用科學記號形成的一個模式 所以這時候才可以返回去 找到我們幀數的近視值 所以一樣 由對數表 我們來去反查 得到什麼呢 0.6010 就會近視於LOG的3.99 好 所以一樣把它帶入 所以這時候 負2的話 就會是LOG10的負2次方 再加上LOG的3.99 一樣把它合併 變成LOG的3.99 乘以10的負2次方 好 所以變成LOG的0.0399 好 這時候 所以我們X會等於多少呢 我們相互觀察一下 發現說X就會等於 0.0399 然後再加上LOG 我們會把這個 打開